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咸蛋报社 风景美丽的旅游景点有很多 有的时候一些景点火的原因却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前几天见识过了一个因为风景太美而吸引无数人自杀的白牙 而除掉它,日本也有一个和死亡有着密切关系的火山 在日本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一个女生自杀而闻名的 它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大岛艇以斗大岛的一座火火山,三元山 在1933年,女生Kiyoko因为爱上了同为女生的同学而备受舆论折磨 于是他选择了从三元山的火山口跳下 这次自杀事件让该地因此名声大噪 同年有944人在此地自杀身亡 甚至还有很多游客专程远道而来观看别人自杀 所以当地为了加强安全防范,采取了许多措施 并将购买去往该岛的单程票视为违法行为 三元山是以斗大岛的最高峰 标高758米,属于富士顿状火山 与夏威夷的基拉维尔火山和意大利的斯特罗伯利火山 并列为世界三大流动性火山 三元山也是电影《午夜凶林》中的主角 山村真子,山村至金子,英雄平巴郎的家乡 1956年无法忍受被质疑的真子母亲 跳入日本三元山火山口自尽 真子在母亲死后预言火山将会爆发 第二年三元山火山大爆发 而这件事被寄入超能力者档案 小编只想说,这三元山这么可怕的吗 不过,想要去三元山旅游的小伙伴也不要太担心 除了火山以外,还可以去泡泡温泉啊 拜拜城隍庙啊,也是挺惬意的 而这块圣地现在每天还是有无数人前去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想愉快地玩耍 并不是去找死的啦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新闻也需要情调 还不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